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要來開箱我的第一台電子書 它是文石的 Note Air 2 Plus 那嚴格來說我也跟新手一樣 在買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課 包含去電子書的社團 爬了很多的文章之後 最後買了這台文石的 所以今天除了開箱之外 我也跟大家來分享 關於這台文石的電子書的 七件事情 OK 那我們開始吧 Let's go 好 包裝長這樣 它有附上收納套 那整台是墨綠色的磨砂鋁合金的質感 那呈現的是低調沉穩的風格 那它的螢幕有支援電容加電池的雙觸控 那它有附上電池的Vacom觸控筆 那可以磁吸在機身的側邊 那它寫的感覺十分的流暢 聲音也很像真的在紙上書寫 那這邊我來仔細拍一下四周的細節 那你可以看到它幾乎看不到製作上的瑕疵 整台質感非常的精美扎實 但是它也因為是金屬殼的關係 那重量來到445克 那而且它因為它很薄 那側邊又追求屏占比的關係 所以用手指握的面積就相對少了一點 那在體感上有點重 因為你這樣子握著 你就只能用這個手指頭握住它的側邊 那握感上會稍微有一點重一點 它的背面是完全平整的 然後沒有相機 有喇叭 喇叭在下方 那電池整個是3700毫安時 它附贈的保護套是磁系保護套 以前是用貼的 那現在是直接吸上去 它的磁系保護套可以支援開蓋喚醒 那我都設定成有不關機永遠不休眠 然後它真的很省電 再來講到為什麼我們要電子書 它跟平板又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以前我都是看平板居多 特別是看iPad 那我睡覺的時候都會看一下小說啦 看一下Wiki的文章啦 或者是看一下漫畫 那可是看久真的是會不舒服 所以我最近覺得 我應該挑一台 比較不刺眼也不會發光的電子書 來讓我看得舒服一點 那這台電子書它有冷暖背光 那一般我會選擇偏暖的背光 會看起來更舒服一點 那它的螢幕刷新率也可以選擇 這跟看的內容會有關係 如果你看網頁就可以選擇刷新率 稍微高一點 那如果你看小說看漫畫就比較沒有差 那你也可以設定手動刷新螢幕 再來是很多人在購買電子書的時候 他會問我要買哪一家的品牌 那目前電子書分成兩大系統 一種是像Amazon Kindle Copo那種有自己的書城 那另外一種則是搭載Google系統 那文時這一台就是屬於開放式的Google系統 那它除了可以安裝各出版商它的書城App之外 那它也可以安裝漫畫App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是比較彈性一點 那使用習慣也會比較無縫銜接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買第一台電子書的話 選開放式的文時會比較沒有問題 那隨著你將來電子書越買越多 你應該會固定在同一家平台購買 那這時候你再依據你購買的書城去挑選品牌也可以 那因為這是我的第一台電子書 所以一開始我也要先做功課 那到底可以用電子書看什麼 那我的書的取得來源在哪裡 那這個就是我選擇開放式系統的關鍵 因為我太熟悉Android平台 那我之前其實也都用平板看漫畫或小說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無痛轉移 比如說看漫畫 我可以直接安裝漫畫的人去看 那看的習慣 就是跟我之前看漫畫的習慣是一樣的 或者是看小說 那有一些比較有名的小說 其實在網路上都找得到 EPOP格式的電子書 那你直接匯入就可以幫你整理到書架 那它自帶的閱讀程式也相當不錯 可以支援28種文件格式 那也有蠻多功能的 比如說我看PDF 它可以支援智能重排 採檢白編 去水印 或文字加深等等 那像我太太啊 其實它也有在圖書館有半借書證 那現在我可以透過台灣雲端書庫 那也是可以利用我的借書證 去免費借閱這些電子書 那如果你喜歡看的是一些 比較知名的作者的書籍啊 那其他付費平台也可以付費購買電子書 比如說像樂天Copro啦 Highread啦 Remove 或者是Google Play圖書 Pubbo電子書城 博克萊電子書 基本上來源相當豐富 那文石是採用開放式的系統 就可以通包這些書層 不過隨著我實際用一段時間啊 我才發現其實圖書館的這些書啊 特別是暢銷書 它會有授權數量的限制 那會有借不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在購買之前啊 你也可以自己先在手機上面 下載這些APP試用看看 那因為電子書的佔用容量啊 其實都非常小 那這台文石它有64GB的ROM 就怕你不看書而已 目前電子書啊 它有分成彩色螢幕跟黑白螢幕 那我這台它是黑白的 由於現在電子書的螢幕啊 是e-ink高清墨水瓶 它的彩色顯示效果啊 我覺得都是淡淡的粉粉的 那看圖片我覺得還OK 可是看影片呢 就是因為它更新率很慢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效果就會很不好 那再加上其實我本來就有iPad 所以我 以看小說啦 看漫畫為主的話 那我覺得選黑白的 對我來說是比較實際的 所以我覺得要看你平常看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你看的都是彩色的雜誌 那我覺得你可以選彩色的 那另外如果你常常看的是網頁文章 或者是用它來寫作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選文石的Type10 它的螢幕是高刷版本 那它有獨立顯示晶片 那看網頁的時候會比較流暢 比較不會有延遲感 但是如果你要看影片啊 或者是一些娛樂的什麼抖音什麼的 就建議你還是乖乖回到iPad或手機 再來很多人會問說 到底要買多大的尺寸 那我覺得啊 關於要買多大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看你的使用的頻率 以及它的情境 那以我自己來說啊 其實我偏愛比較小的尺寸 那好攜帶也會更輕巧 但是我看出的情境啊 我仔細想想 我基本上都在家裡 那我搭捷運啊高鐵啊 頂多就是滑手機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我現在過了40歲有老花了 那拿近看不到 拿遠又會太小 就會很煩 所以對我來說啊 那更大的我拿著會手痠 那這一台是剛剛好看得到 也很好收進包包 那再來還有一個功能就是筆記功能 那它隨機有附贈這一支 WACOM的觸控筆 那有蠻多人啊 其實會邊看書 邊做筆記 然後邊畫重點 那我去社團爬了一下文章啊 還蠻多人推薦三星的S-Pen 或者是以下這兩個品牌的觸控筆 那這幾款都還蠻多網友好評的 我自己暫時還是用原廠這一支 文實的觸控筆 那如果我之後有入手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觸控筆 那最後我也建議大家 要購買電子書之前 先到門市 去親自把玩一下 看哪個size 哪個螢幕 會比較適合你 那對我來說啊 文實的這台10寸的 開放式的系統 是相對符合我的需求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 對這台文實的No Air 2 Plus 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棒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